起初男人并没有在意 毕竟谁杀了人会发在网上 再加上底下每个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因此男人便准备戏耍一下对方 只见他告诉博主 可以的话最好先试着把尸体切碎 而回复完后男人也是笑出了诛声 因为他打心底觉得这就是一个恶作剧 可谁知道了第二天晚上 男人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却发现 昨天的那个博主 居然回复了自己的评论 男人心想开玩笑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于是便决定再陪对方耍耍 他告诉博主可以将处理的尸体 装进垃圾袋丢掉 直到确认消息发出后 他依旧觉得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到了第二天 男人将此事告诉了朋友 而朋友觉得这就是网络上的键盘侠指挥说说而已 可谁知就在这时 男人又收到了博主的恢复 对方居然表示已经将右腿给扔了 而两人听后也是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毕竟没人会相信这么荒唐的事 到了晚上 男人继续浏览着那条贴吧 却发现底下的评论和自己一样都表示不相信博主真的杀了人 然而看着看着 男人居然发现 博主居然表示会在晚上三点将尸体放在公园的桥洞里下 不信的都可以去看 这下男人有点慌了 难不成对方真的杀了人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等他点开地址一看 居然就在离自己家的不远处 思虑再三过后 男人便决定出门去看看 可直到走到了门口 他却开始犹豫了 如果真的对方杀了人 那么岂不是自己也成了帮凶 与其自找麻烦 不如就待在屋里睡觉得了 然而直到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三点钟 男人还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毕竟好奇心已经被点燃了 于是男人想了又想 最终还是决定出去看个究竟 很快 男人就骑着自己的小电驴 来到了博主所发的位置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地上果然就放着一个包裹 难不成里面真的放着尸体 眼见周围没有其他人 男人便狠了狠心蹲了下去 因为他要打开包包看个究竟 毕竟来都来了 然而就在自己打开拉链的一瞬间 男人还是有点慌了 但犹豫在三后 他还是将手伸了过去 但里面却只放着一个摄像机 男人有点懵了 不应该是尸体吗 只见他摆弄着相机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然而下一秒